嗨,同学们,我是孟杰 你看,这是我们的自由用腿 养用腿和蝶用腿 那大家知道 这种腿一般叫做什么 边转打腿 但是一直以来都有同学 总是来问我 这个腿我为什么踢不走 然后我一看 什么棍转打腿呀 什么指动小腿呀 各种各样的错误动作 包括总有同学问 老师这个打腿的过程中 膝盖到底能不能弯 我为什么看着有人总是弯膝盖的 当时教练总让我不弯膝盖 到底是怎么样呀 好防 其实我们踢腿呀很简单 两个部分 好吧,我给你们讲的明明白白的 第一个部分 往下踢 我们老管它叫边腿边腿 就是因为往下踢的动作 它是个边腿 所以才叫边腿 那边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我们看一下 腿伸直 先动大腿 膝盖弯曲 然后小腿 加速 动 边腿 其实我们能踢的往前走啊 全靠这一下一下的边腿 这个过程带上脚谱 可能会明显一些 同学们看一下 这其中涉及到一些怎样的流体力学的原理呢 我只知道这样搞它就能往前走 具体的原理同学们可以自己去研究 好吧 那是物理学的事情 我只是个游泳教练 他总问我原理原理 你 哈 你用手机 你知道手机发信号的原理吗 哈 好 我们踢腿第一个部分 往下踢 先动大腿 小腿加速 然后呢 然后还要踢第二次腿 第三次腿是吧 那踢下去之后 我们想要做第二次动作 第三次动作 之前 要干嘛 要把腿抬起来才能做第二次 第三次 抬 抬 这就是踢腿的第二个部分 往上抬腿 有很多同学把腿踢下去之后啊 他往上抬只动小腿 大腿不动了 这是不得行的啊 边腿边腿 边子越长 效果越好 有的同学他腿本来就短 还只动小腿哈 那能有什么效果 你告诉我能有什么效果 这么一劫真的 对对对对 那我们这个腿到底要怎么样抬起来呢 同学们看 腿踢下去 如果你只动小腿 嗯嗯 边子太短不行 如果你先动小腿 再动大腿起来 这是一个多余的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小腿它长在大腿上 你只要把大腿直接抬起来 小腿会跟着来 所以腿往上抬 只需要 伸直 大腿起来 即可 往下提 弯曲 甩小腿 抬起来 弯曲 甩小腿 起来 呃呃呃呃呃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自由用腿了 而很多人被教练说 啊你不要再弯膝盖了 原因就在于 他往上只收小腿 所以这个膝盖总是弯的 就是因为这点 教练才叫你不要弯膝盖 把腿伸直 但是我们往下踢的时候 还是要先动大腿 甩小腿的 这个是必须的啊 不动起来 你就是棍撞大腿 同样的没效果 这个往下踢 往上收 适用于自由用腿 洋用腿 碟用腿 都是这个样子的 洋用腿反过来了 往上踢 往下手 那具体的练习怎么搞 我们 做到池边上 屁股往前坐 身体往后仰 手撑坐后面 腿伸直 膝盖 踢 踝 踝 踝 直的 先上下踢起来 踢的时候 眼睛盯着膝盖 有在上下动 就OK 说明我们的大腿啊 动起来了啊 伸直踢就行 做做简单一点啊 那这个时候有的同学要说了 老师这不就是 刚刚你说的棍撞大腿吗 膝盖不弯曲 你不是说这样子没效果吗 你怎么还教这个呢 诶 这还不是完全体 好吧 这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第二步 在大腿上下动的同时 甩小腿 甩脚掌 重力踢 踢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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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大腿甩小腿 同时做起来 这个动作啊 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我以前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但偶尔有一次啊 有个同学他发了个视频给我看 他是踢成这个样子的 他有没有先动大腿啊 有 他有没有甩小腿啊 有 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别扭呢 动作不连挂 这位同学是大腿先动 然后等着小腿 踢直 再下去的 这就造成了不连挂 我们的大腿呀 不等 知道吗 上来之后 不要等着小腿踢上来了 再下去 连挂 上下动起来 你管他小腿有没有跟上 知道吧 但是你身为小腿呢 也要努力跟上 好 同学们 边撞踢腿就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 大腿上下动起来 第二 甩小腿甩脚掌 第三 动作连挂 大腿不要等小腿 同时做好这三点 你的动作差不到哪里去的 当然你的踝关节要能伸直好吧 这个是最门槛的门槛了 基本的柔韧 希望同学们不要忽略了 然后举一反三 自由用腿这样子踢 洋用腿和点用腿也大差不差 都是这么个动作 这里多提一句 有的同学他的脚长啊 比较小 这样子去踢水 跟踢空气没什么两样觉得 没区别 那这种情况我就建议同学们啊 可以带脚普去试一下 强行把自己脚掌的面积变大 这样子去踢 只要你的踝关节还行 你踢起来肯定会有点感觉的 但这里我提醒一句啊 戴上脚普找找感觉可以了 不要脑袋着上瘾 好 总结一下 第一 踝关节要过关 要能伸直 不要只能这样 第二 三个动作同时做好 大腿动起来 甩小腿甩脚掌 连挂 第三 陆地上的练习 水中拿着浮板踢踢 然后养用腿踢踢 多去来回练来回练 其实这不是很难的东西 都能练会的 那同学们在练的过程中 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 我都会去看一看 希望你们都能多多的进步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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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总结一下 乱